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走八方 今天我们来到了瑞治中部的小城 刘森 也有很多地方把它执意成卢塞恩 我们刚刚从铁力士雪山上下来 开到这里大概需要一个小时50分钟的路程 我们从南部进入卢森小城 直接就看到了它宏大的火车站 这次来到这里只能说是匆匆而过 跟着旅游团只在这儿待了几个小时 从铁力士山上下来 晚上又住在了苏黎市 在刘森也就停留了四个多小时 就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中间 也已经领略到这里的美 刚刚在铁力士山上下来 那里可真是雨加雪 这里虽然云彩多了一些 但是总是看见太阳了 看到了蓝蓝的天 也觉得这个城市更加的美好 我们就在大巴上领略了一下这个美丽的小城 购物的地方真是多 不过这里不属于欧园区 使用的是瑞士法郎 感觉这里的东西比其他的国家都要贵一些 这座小城呢 以它美丽的湖泊 历史建筑和壮丽的风景而闻名 其中最著名的景点之一 就是位于城市中心的刘森湖 湖的四周 环绕着山脉和美丽的历史建筑 城市的点睛之处就是卡佩尔狼桥 也叫做水塔花桥 它连接了卢森的老城和新城区 也是刘森的象征之一 这座水塔花桥是一条木质结构的狼桥 长达204米 横跨了路易斯河的两岸 比较接近刘森湖的出口处 这条狼桥呢 是欧洲现在存有的最为古老的木桥 因为狼桥的北岸是一座圣彼得教堂 所以这座桥呢 又叫做教堂桥 在岸边的时候 看到这座桥梁 已经觉得非常的美 走进来更是不一般 这个桥梁呢 是木质的 所以它一段一段的呢 就会有这样的柱子 来支撑这个桥梁的顶部 而每两个柱子之间呢 就像一个窗口一样 前几天呢 去了水牛城 它湖边光源里 有一个设计非常简单的水泥塔 可以登高望远 当时呢 当时呢 就非常的感叹 它的四周呢 做的就像窗口一样 原来呀 它是从这里 得到的理念 注足在这里啊 就是觉得眼睛不够用 照相的时候 觉得选择不够好 总是觉得自己的照片 没有实际上 这里的景色那么美 虽然是花了很多时间 开车绕过来 也待不了几个小时 但是就只在这廊桥上 走上一遍 就已经觉得非常值得了 这个建在山上的古奇城堡 也是这里历史悠久的一座城堡 现在呢 已经被扩建成了一家酒店 它的外形 也还是保留着 像我们想象中的奇妙的城堡 很多人都站在湖边 用着不同的语言 在感叹着 哇 这里也太美了吧 尽管听不懂他们的语言 也能知道他们表达的意思 这是黄昏前最艳丽的景致了 沿着罗伊斯湖 逆光向山上望出去 也是一样的美色 只不过呢 就照出来的像有一些逆光 没有那么的完美而已 但是从这个角度望出去 河水显得非常非常的绿 而且呢 清澈 见底 据说呢 来这里玩的最好的季节 是初夏 那个时候 雾桥上种满了天竹葵 十分的好看 现在呢 已经是九月下旬 但是这里 红红的花 已经把这座桥 装扮得十分的美丽了 本来呢 来到刘森 也有很多的计划 计划的单子上 也是老长老长的 可是我们四个人在一起 照相都照不完 正在桥上 低下头 看看水草 都觉得 是那么的婀娜 那么的美 换了个角度 背景上又增添了新的景色 大家又走不动了 又开始咔嚓咔嚓的 照个没完 桥上的人 也是非常的多 最后呢 实在是受不住了 因为一天 也没怎么好好的吃饭 才开始找饭吃 其实啊 在这个河边两侧 都是酒店和餐馆 有美式 法式 意大利餐 也有好几个中餐馆 就在这两三条街之内 你看看 现在太阳彻底落山了 这里的景色 就不像刚刚 黄昏前 那么艳丽了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 找吃的 逛商店 这个布骨鸟钟啊 也真的是好看 叮叮当当的叫声 还有每到整点时 布骨鸟 跑出来的叫声 都特别的好听 看了一下标价 小的钟呢 都是八百多 大的钟 都在一千六百多左右 这个计价单位呢 是瑞士 法郎 比欧元 还要更值钱一些 一个是太贵了 一个是 也确实 不好带 我们每个人 都在这商店里 买了巧克力 带回家 之后呢 就来到了 另一个 网红景点 狮子广场 这里呢 有一座 丹麦雕刻家 伯特尔 特发尔德森 制作的 垂死的 狮子雕像 这座 受伤的 狮子雕像 是为了 纪念法国 大革命时 牺牲的 瑞士 雇佣兵 马克图温 称这里 是世界上 最让人悲伤 和感动的 一块石头 谢谢您的收看 这就是我们在 四个小时内 对刘孙 这座小城的 感受 我们下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